嗨,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今天的主題就是你畫面上看到的 聯邦集合卡 這個 蠻有趣的,因為它大概是在 前兩個禮拜 就是產品發布 那我趕快就是申請了 今天也要跟大家做開箱 到底這張卡片有沒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我們就一起來往下看 今天呢 這個節目重點的 index呢,一開始會跟大家 帶開箱給你看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解說 它的七大亮點 1234567,等下會依序講解 最後呢,就是現在的 新救護的半卡好禮 到底有什麼東西,如果你還沒有 入手這張卡片呢,也非常歡迎你跟團 好,那接下來就進入 我們的主題啦,第一個主題呢 就是新卡開箱 給你看,這個很妙 卡片都帶來了 然後呢,我們現在就是 直接來進行開箱了 剪到用力的 給它剪下去 嘿 嘿咻,好 那其實呢,它這一次的 卡片有兩個不同的版本 一個是一卡通 一個是JCB的版本 所以其實都可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可以就是 兩張卡片都辦下來,那你兩張卡片 都可以入手 它沒有限制說你一定只能夠辦哪一張 那這是我猜的第一張 這樣子 然後第二張 其實它卡片的正面齁 都是一樣的,你有沒有發現 是這樣子 有沒有 那它在這個光澤下面的時候呢 它其實這個反光還蠻好看的 有沒有看到 我先把這個綠色的拆掉 嘿咻,這個不好拆 沒有小心撕的話,你可能會有那個膠在上面 所以要慢慢撕 這樣才不會就是 有一個黏膠在上面 所以其實你看 這樣子 這個賀啊,它其實是亮面的 有一個亮P在上面 所以其實這兩張卡片你都可以入手 其實蠻好看的 那它的背面的部分呢 因為它其實還是有一些個子 所以我大概遮一下給你看 大概就是這樣子 它看不太到 有點麻煩 我還是把它簡單遮一下 讓你可以清楚的去看到它的這個 背後到底是怎麼樣 好 其實它的背後啊 就像我這邊弄的 好,是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JCB的Logo在這裡 然後呢 這邊就是你的簽名欄 簽名欄在這邊 然後這裡就是你的卡號的個資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它的卡面是平面卡 然後正面很好看 那所有的卡片資訊都是在背面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你也可以看我們就是 右手邊這邊的QR Code 就可以跟團辦卡囉 好,那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就是 欸,這張卡片到底有什麼厲害的亮點 好,要一個一個來跟大家解說 第一個亮點呢 叫做一般消費回饋呢 1%無上限 好,大部分的信用卡 其實都是基本上要有1%的刷卡回饋 才是值得使用的 那這張卡片不例外 就是活動期間 從7月27號到明年的6月30號 拿這張卡片無腦刷都是1% 在國外的部分 日本有高回饋 日本以外的通路一樣 就只有一%回饋 所以我會特別建議你 就是去日本玩的時候 刷這張卡片回饋最多 那它的刷卡回饋呢 是小數點以後 不足1元直接捨去 然後再下一期的帳單 就是直接折理帳單金額 所以你有興趣的話呢 這個卡片它的回饋是這個樣子的 再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它的年費 要特別注意就是 正卡跟副卡都是要1000元的年費 不過你只要申請電子賬單 就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 就會一直不斷的就是免除 所以還不錯 另外一個重點呢 第二個重點 也是大家覺得最棒的 就是日本消費有最高3.5%的回饋無上限 我們在上禮拜的節目其實 做的有點太倉促了 所以我在做那個影片的時候 這張卡片還沒上市 那現在呢它現在已經上市了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補足在上禮拜的主題 就是海外刷卡高回饋排行榜 它其實可以列舉第二或第三 因為其實真的很高 台北富邦這一卡大概是在日本 跟韓國實體消費有2.88% 3.88%回饋 那如果你是直接在線上刷卡的部分 就是只有大概3%左右 所以這個是大家還是要特別去注意的 所以如果你要去日本玩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辦聯邦集合卡 那還有台北富邦J卡 這兩張卡片一起帶去日本用 其實怎麼說都算是蠻高的回饋 活動期間一樣是7月27號到明年的6月30號 日本的消費包含就是消費地的金額跟幣別 只要是的話呢 用日幣勤款通通都算 所以你來買這個比如說 亞馬遜日本 日本亞馬遜 或者是日本樂天 其實都算是喔 所以都可以拿到3.5%的回饋 那一樣它的每一筆回饋呢 一樣都是不足1塊錢的部分直接捨去 所以這個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 因為有的銀行是四捨五入 但這個是直接捨去 下一個主題就是早鳥優惠 這個早鳥加碼3%這個呢 其實蠻厲害的 因為搭配國內1%回饋 再加上這個國內3%等於是最高4%的回饋 這4%的回饋 像我下面看到這個公式就寫到了 基本1%上限 再加上新戶加碼1%每個月可以拿100 所以等於是每個月可以刷1萬塊錢 可以拿到100的回饋 那這個數位賬戶加碼呢 你只要在現在這個活動期間 今年的7月27號到明年的6月30號 這段時間申辦 New New Bank都符合資格 那麼你會 就是從4月起算 三個月份 比如說你8月份申辦的話 就從9月1號到90、11、11、11 到12月31號 這三個月內呢 都可以拿到國內消費加碼2% 而且這個是五上限 所以很適合就是 你這三個月有要大額支出的人 非常適合就是現在申請 加辦這個數位賬戶 來做賬戶自動扣角 符合資格 下個月起呢 就是直接至少有3%無上限 或者是4% 但是可以刷1萬塊錢左右 所以這個也是我個人覺得 蠻佛心的 不過呢 第四個月起呢 就直接打回原型 就跟救護一樣 所以這個早鳥加碼3% 試驗訂新戶 舊戶的部分的話呢 都沒有 然後你第四個月起 你也都沒有了 是這樣子的 這個亮點我也很喜歡 叫做日本Apple Pay最高5%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們有 在新聞稿上有想說 他們有一個特殊的技術 就是你這張卡片呢 你如果把它綁定進去你的Apple 把它放進去裡面之後呢 你在日本的實體通路 進行Apple Pay 一定刷得過 因為他們那個技術 已經串接起來了 然後呢 還有最高5%的回饋 這個5%的回饋 怎麼說呢 來看 日本消費本來就有3.5%無上限 那它有一個活動加碼 1.5%的部分 每個月上限是1000元 所以你回退一下 大概就是每個月刷66666元 如果你去日本玩個7天 刷個六七萬塊台幣左右 直接用Apple Pay 都是可以拿到5%回饋的 所以這個算是非常的不錯 活動期間是7月27號到明年的6月30號 所以今年不能出國沒關係 明年上半年還有機會 可以出國去使用它這樣子 好 下一個 這個日系名店 最高8%的部分 它有哪些名店 你可以看一下下面這邊 我把它列出來了 UNIQLO 大創 然後這個 THREPPY 然後還有日藥本舖 札幌藥舖 松本青 大葉高島屋 跟宜德利居家 然後還有東東東起 所以這些通路呢 如果是你本來就很常去的 那麼搭配這張卡片 真的很不錯 都可以拿到這樣子 不錯高的這個回饋 那這個8%怎麼來呢 國能1%無上限 再加上剛剛講的最高早鳥3% 所以加起來就是有4% 活動加碼4%的部分 每個月上限是500 所以你回退一下 大概是刷12500左右 可以拿到這個500元拿好拿滿 但因為這個8%的上限最高 受限於這個早鳥最高3% 每個月100的加碼 這個新戶100的部分 所以回退大概就是 如果你是新戶 然後你特別要在這些日系名店 刷卡8%的話 請你每個月刷1萬塊左右 拿800就好了 因為刷多的部分 你的回饋率就變7% 然後會越來越少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日系名店的這個注意事項 下一個 日系每賺最高有10% 這個10%怎麼來呢 活動期間一樣 是7月27號到明年的6月30號 那麼官網有列出非常非常多的通路 比如說聖伯殿 花月蘭 一楓堂 金子半支柱 或者是日本橋 其實都有很多的折扣 那最高呢 是來到了限折10元 比如說太陽番前面 最高就是限折10% 那麼限定使用聯邦集合卡 來全額支付消費 才能夠拿到這個回饋 那像什麼日盛生家賀屋 平日房型升等 或者是平日泡湯地人8折 這個是冬天的時候可以來使用 這個是提供給你參考 所以如果這些通路你有喜歡的長趣的 你就可以搬下來使用了 日本人氣網購5% 最大的這個兩個通路 其實就是日本樂天市場跟日本亞馬遜 這兩個很棒 最高都是有5%回饋 所以這個是喜歡在日本網購買東西的朋友 你可以考慮就是這張卡片 那它有最高5%回饋怎麼算呢 日本消費3.5%無上限 再加上活動額外加碼的這個1.5% 那你用每個月上限大概是500 所以你回退一下大概是 每個月刷大概33333元以內 都是有這個最高5%的回饋 所以這個是大家要特別注意的 那你提醒只要是海外交易 一律都會收取1.5%的交易手續費 所以它的實質回饋率是5%還要再減1.5 也就是3.5%的回饋 那現在來跟大家聊一下它這個新戶跟舊戶的半卡好禮 如果上面的這些資訊你聽了之後 你也覺得這個卡片不錯 你也有點想要申請 那你現在就是上車的好時機啦 新戶直接送你500 只要拿卡刷1288元 而且完成一次的自動加值 那麼就可以拿到刷卡進500元的新戶禮 新戶的定義是核卡前6個月沒有任何一張聯邦信用卡 你之前有聯邦奈典卡 或者是有什麼聯邦的無限卡 或者是之前講的幸福M卡 綠卡 這些你都有的話那你就是舊戶了 舊戶的話呢 加班沒有任何的好處 所以這個一定要特別注意 手刷禮都限定給新戶朋友 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舊戶 可以跟團上車嗎 答案是可以的 因為這個推薦禮呢 雖然說官方只說 新戶跟團上車推薦人才有300 但是呢 我們這團特別針對舊戶老朋友 也就是說你之前已經有跟團申辦聯邦的任何信用卡 或者是你現在才開始才要成為我的忠實粉絲的朋友 都可以參加活動 一樣 我們這邊的話呢 新戶給你什麼好康 新戶跟團上車你可以回報 可以領 比如說一般成員就是100積分 或者是5000元的禮券抽獎 那如果是幼幼班成員可以拿到200積分 技術班成員可以拿到300積分 就可以換小七100元 200元300元的禮券 那就是舊戶朋友的部分的話呢 這邊有寫到 就是舊戶上車呢 我一樣送你35積分 35積分可以換什麼呢 就是一杯咖啡 就是免費請你喝一杯咖啡 但是呢這個舊戶其實銀行沒有給我任何的好康 其實單純就只是回饋粉絲 所以越多人舊戶上車來回報 我當然就是虧越多啦 那一樣是交叉補貼 就是新朋友給的300刷卡機呢 我一樣就是把它拿買咖啡送給舊戶的朋友 一樣就是對大家好啦 所以就是一樣的做法 所以新戶跟團申請集合卡 可以拿到100積分 舊戶加班可以拿35積分 有興趣的可以直接掃描 我們畫面右方的這個QR Code就可以上車囉 那最後的這個結論呢 還是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是怎麼看待這張卡片的 就是我在第一時間申辦這張卡片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的卡片很漂亮 這我覺得蠻美的 那再來第二點就是 將來去日本玩的時候 直接刷卡3.5%回饋無上限 非常的好用 這也是為什麼我直接推薦給大家申辦的原因 畢竟它沒有任何的門檻 有卡有刷有回饋 不用登錄不用點不用搶 人人都有 好這種這麼佛心的卡片 到底什麼時候才有呢 好現在就有了 好那你會想說那明年呢 明年的權益會不會變差 那就是等到明年下半年的時候再說了 好現在有優惠 現在有回饋 那不如就現在先辦起來使用 那等到明年有更強的卡片的時候 你再來換一張卡片用 也不遲啊 你說這樣有沒有道理 好我是寶可夢 那我們就下回再見囉 掰掰